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是两个以捡资源为生的小孩 库马会挥手要他们进来并问他们想吃什么 男孩指了指库马桌上的菜 于是库马点了两份一模一样的餐给他们 刚热腾腾的菜送到孩子面前 妹妹却有教养的拉拉哥哥的一脚说 或许我们应该先洗洗手 于是他们都先去洗了手 然后很迅速地把眼前的美食吃完 库马看住这对兄妹的满足的表情 心中也深深地觉得很恶心 小兄妹吃完后起身 并很有礼貌地道谢后离开了 库马向服务生要了账单 一看账单上面没有价钱 只写了一句让库马热泪盈眶的话 我们收银机无法计算人性的价值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